我们今天来画一张色粉风景画 首先是用到同类色或者是固有色白 起形构图把天空山脉以及湖面等等之类的位置先把它定下来 再用相对应的颜色直接涂抹到我们的画色上面 这里可以注意一下颜色深浅的不同变化 稍微深一点的部分可以用重一点的颜色 天蓝深蓝等等 直接涂上去就可以了 山脉的重色我们可以用一个稍微重一点的棕色打个底 再去叠加一些绿色和蓝色 湖面这边的颜色相对来说就要比天空实景的颜色要再灰一些 在上色的时候可以蓝色多一些 云朵后面就是直接用白色叠加上去 之后再用手指或者是带一个纸套把颜色涂抹均匀 接下来就是细节塑造 该重的地方我们直接加重 该亮的地方直接浅色提亮就好 颜色加重且不规则的暗面直接可以用打圈的方式进行 像一些比较细的草就用色粉比较尖的那个棱去刻画 底下一些重色和浅色 白色和红色这些隔三花的就是我们用相对应的颜色去画就可以了 力度上要稍微的重一点才能让颜色更加的鲜艳和漂亮 最后再微调一下外面上的细节 然后一张漂亮的色粉红结画就完成了 大家猜一猜这是哪个地方的景点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